陳柏宇除了是24校爸爸 原來還是一位貓奴 這日他再次擔任開TV節目 尋找喵喵的故事的嘉賓 和Paula 黃芳文 一起探訪一間寵物專科醫院 而請這日Jason 是有任務在身的 今天的任務 都是靚 靚為主 衝刺一下這個樣貌的場面 探貓的 探貓 聽一下他們的故事 一天來這裡 剛好就是醫生的診所 那兩個主角貓貓就是醫生 領養回來的貓 所以自己又可以問一下醫生 一些醫學的事 兩隻貓和你兩個女兒的性格 會不會一隻像一隻 一隻像一個 不像 完全不像 因為貓就沒有什麼 貓 我撒的貓就是撒的 沒有脾氣的 另外那隻貓 有脾氣的貓就不撒人 而且以前他們兩個都被我 惡一點的貓 探貓 但是就不是出爪的探貓 探貓 探貓完牠 牠不探貓 牠不探貓 牠要走回去 那也沒辦法 即是你會幫女兒的 你幫貓都不幫女兒的 不 我兩個都不幫 我兩個都不幫 對 那你的貓你無法控制牠 那你不要挑戰牠 但是你不斷告訴她 不要挑戰牠的話 牠又學不到東西 對 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被牠捧一巴探 Holla都相當醒目 下節目之餘 還帶自己的愛貓饅頭過來做身體檢查 你這隻貓好像第一次出街 我的貓是第一次出這麼遠地方 牠有沒有怕 大香里出城 Derek 牠還好 因為我開始有點擔心 我們這些鄉下仔 我貓鄉下仔 沒有出過街 有出街可能就是去一些附近的公園 花園的 沒有試過坐車到那麼遠 是 都還好幾個 Derek有沒有看到牠 我剛才看到牠定過我的貓 我知道 Jason其實來探望你的貓貓 你的貓貓 本身是一隻被遺棄的貓貓 現在變成你的寵物 這件事很幸福 為什麼你會有這個善心呢 其實真的是一個巧合或者因緣 我們 牠那時候是個病人跟著我的 是 本來都想看看有哪個姑娘 或者看看有哪些人可以領養牠 但是怎麼知道沒有人想要牠 所以唯有我領養了牠 就是這麼簡單的